老夫子漫畫原創人黃家熙 1963年以大兒子的名字 黃澤做筆名 在香港出版作品 有一次就跟我說 可能有一次我用筆名的時候 你剛才在前面走過 我就用了你的名字 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 人家老爸早上洗臉擦牙 穿西裝上班 我老爸不上班 第二 我老爸變了我 我老爸變了莫渣 那我是誰 20年前 黃澤之鵬繼續創作老夫子 本身是台北一間大學建築系教授的黃澤 雖然同其他兄弟 都擁有藝術創作的本事 但做爸爸的 就不希望只成故意 畫漫畫非常之辛苦 日夜在畫 賺錢又不是很多 再加上 那時候 社會上的地位並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是作家 我突然間是一個作家 如果你是畫油畫 我突然間是藝術家 如果你是畫公仔 那人是畫公仔的 硬件年老的父親 沒有能力再定期畫漫畫 那做仔的黃澤 不想父親創作的人物消失 令漫畫迷失望 決定接下 又嘗試組織創作班底 時代不同了 他以前就是一個人在畫漫畫 一天就畫十幾個小時 今天我在畫 就是我不想像他 畫十幾個小時 所以我就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團隊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比較年輕 所以你可以用皮鞭去抽打他們 當然我有我的方法 所以現在他就沒有聲音 至於創作靈感 他就說隨時隨地都找到 那個男生很失望 兩下船失戀 他舉掌 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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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子就安慰他 說不要跳了 進場的時候 搭上他的肩膀 因為兩個人比較重 他就用車一層 時代變 黃澤錦蓋 以前在老夫子漫畫中 出現的人情味 現在未必能找到 以前有很多東西 什麼人都有 一些人很奇怪 你都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可能是碼頭工 運貨 菇梨 什麼人都有 甚至有些便衣警探 在循來循去 今天全台乾淨 整齊 又好像沒有故事 現在這裡 譬如這裡 走過來向上 喂 要不要脫鞋 為什麼要脫鞋 這裡是不是人家的客廳 這個可以的 是嗎 非常整齊 乾淨 雖然時代變 但黃澤仍然堅持 父親創作老夫子的核心價值 令這個漫畫人物 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始成父業以作漫畫來計算是極少 但在黃澤這個案件來計算 因為從很小的時候 他已經看過爸爸 因為這樣創作 這種不是叫胎教 這個幼兒教育 這個對他是影響很深的 從中他也吸收了很多創作的 我們叫做心牌 到他傳承了爸爸的這個老夫子 他做出來的 其實真的不差得過他爸爸 有時比他爸爸好 老夫子教經典的四格或六格漫畫內容 反映當時的社會 以短小幽默手法去表達 是60年代的一種創新 影響都很大 因為當時我小時候 我開始學漫畫 我也是學他風格的 當時其實有很多行家 其實都是我前輩 都是學習他那種幽默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沒有一個 可以學到他兩三成 因為我還差 我一成都學不到 下一集會說說 老夫子的經典人物 秦先生、大番薯 和陳小姐的角色設計 是有根有具的